為什麼張無忌這麼年輕的內功這麼深厚? 而張翠山是張三豐第一愛徒? 在他年少的時候,內功遠不及滅絕師太 首先我解釋練內功的步驟和條件 一般我們練內功就是把精神器融會貫通 但我想很少人知道 學習精神器和年齡條件有關係 所以很少人在年少時刻意練習內功 我們練內功分四個步驟 四個步驟按次序就是 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練虛合道 我們怎樣練精化氣呢? 少年時期,我們因先天的精氣充足 所以是不需要刻意修煉的 如果我們的精氣太成,反而還會傷到我們的身體 所以張三豐的內功這麼深厚 他的弟子的內功在年少時都只是一般 講回張無忌 為什麼張無忌在年少時年度的內功這麼深厚呢? 因為張無忌在年少時就中了這個圓冥神獎 身體就受這個寒氣所侵 先天的精氣就變得虛弱 這樣就剛好適合練這個九陽神功 這個就解釋了在武林上 除了張無忌 沒有人可以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練到內功這麼深厚 我們中國人有兩句說話 就是福是禍所依 禍是福所福 所以我們的人生得失是不需要這麼計較的 只要問心無愧 上天一定會有一個好的安排給你的 我們有個人的行動 這裡的行動 現在我們有小受益 要摸的衝突 所以我們無稀有的 我們現在要收拾咖啡 要摸採收拾咖啡 好